各位朋友好, 其实我今早已录了一条片, 是有关lunch call, 是突显了这个政权的脆弱的, 但很多人都说那个收音收得很差, 中间是断了点声, 所以现在我就在这里再录个, 但现在已经是黄昏的了, 我现在录这个片其实是靠我的窗里面的自然日光的, 已经是日落西山差不多是看不到的, 所以可能这个画面的质素会差一点, 但我希望声音的质素就不会再出事, 都不知为何最近好像有很多这些技术的问题, 我这几天跟很多的朋友一样, 在这里过中秋节, 中秋节对我来说很有特别意义, 因为去年这个时间我还在监狱里面, 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 我自己一个人在监狱里面, 仍然都要恒常六点几钟起床去饭堂, 去工场再去饭堂等等的生活, 就完全是没有节日气氛的, 你会想到家人在外面做着什么事情呢, 这些日子对于坐牢的人来说的确是特别孤单的, 直到你食业饭,程厚处就会派月饼, 就是陈日军书机和智连静宇送的月饼, 大家会很开心, 因为始终都是跟我们每日在监狱里面生活不一样, 当下很开心,大家有一种欢乐的气氛, 今年我出来当然很希望和我家人一起共度佳节, 所以过往这几天有两边家, 我想二十多人接近三十人来到我家那里, 所以我都没什么时间去录影这个礼拜第二条YouTube, 到今早做,做完之后又有个技术问题, 所以现在就要来到补造, 但是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过这个节日的时候, 心里面都是很矛盾的, 因为我们自己可以这样跟家人相聚而已, 有十二个抗争者现在仍在扣留在中国里面, 你见到有些家人是在记者招待会那种呼吁, 希望尽快可以将他们带回来香港, 听见他们的哭声, 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是心如刀割的, 我们很难好像有无其事那样去过一个中秋, 所以我也很感谢有些人走到上去施施山上里面, 是用一些灯光去表达我们香港人想起的事情, 特别在追悦那晚, 有些人用一些灯光做了一个save twelve, 就是拯救十二人的一个灯光的组合, 这些人很有勇气, 因为现在政府你在这些时间里面上山, 他都要封山的,是吧, 放些非法集结的, 所以是一个相当大的勇气的, 但他们真的能够是表达, 我想我们很多人心里面所想的事情, 我想起这些勇气, 我就想起过去这几天, 也都看见另一个新闻, 就是看见一个叫做lunch call的年轻人, 17岁的叫David的, 一个人走到地铁那里看苹果日报, 结果怎样呢? 别过了,就是十几个警察围住他, 还要拉起封锁线, 这个反映到那个政府呢, 那个政权的本质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非常之虚弱的政权, 他就是因为完全没有认受性, 很将那些人一聚集的话, 就会向他表达不满, 但其实只是一个年轻人, 他又没有叫口号, 静静地看报纸, 他们都要害怕到要拉这个封锁线, 这个lunch call令我想到, 就是国王的新衣里面的故事里面的小朋友, 这个小朋友你不要看小去, 他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说话, 哇,你这么丑怪的不穿衣的, 这个动作就好似哈维尔说, living in truth一样, 就是活在真相当中, 他将真相讲出来, 结果怎样呢? 就反映了这个政权其实是一个暴征, 令到大家见到这些情况, 明明皇帝不穿衣服都不敢出声, 甚至是会欢呼的, 这个也是反映着社会的现状, 就是社会其实是很虚伪的, 这种虚伪可能建基于刚刚所讲的恐惧, 也可能建基于有些人是一些利益, 或者建基于有些人追逐权力, 所以明明见到没穿衣这么丑怪的皇帝都不敢出声之外, 还要是拖而奉承, 告诉他你这件衣服怎样漂亮, 这个小孩好像很脆弱那样, 其实他做一个小小的动作, 已经是将整个权力的真相讲了给我们听, 亦都将社会这种虚伪是讲了给我们听, 所以为何我会想到这个lunch goal 就好像这个国王新衣的时候就是一样, 就是今时今日他这样静静看报纸, 你这么紧张又要封锁住的话呢, 其实都是反映着我们现在是活在暴政当中, 而亦都有很多人是基于恐惧, 或者基于利益, 或者基于一些权力欲, 是围着这个政权不敢告诉他, 其实你是很虚弱的。 好了,在这个情况下, 我亦都想起一本书, 因为我们这个建文书房都会介绍书, 这本书是在赵月圣的苍魂远道里面是介绍的, 赵月圣这本书我都介绍过的了, 我觉得这本书是写得很好的一本书, 是他自己很多的阅读的反省, 看很多经典的著作的反省, 那文字也都好优微的, 很值得大家去看的, 那他在这本书里面去介绍一本书, 我觉得跟现在讲这个lunch go, 或者我们活在这个暴政里面很有关系的, 这本书就叫做自愿劳逆论, 自愿劳逆论, 就是由16世纪一个作者叫做拉波埃西所写的, 拉波埃西所写的, 不过赵月圣都觉得这本书的中文翻译叫做自由劳逆论, 自愿劳逆论都不是很清晰的, 其实他说最好也就是甘愿为奴论, 就是那些人甘愿去做奴隶, 这本书的主旨很简单, 他就说其实在暴政里面, 那个皇帝只不过一个人, 被他统治的人比他多千百万倍, 为何大家要是这么大的恐惧呢, 如果大家将你的忠诚撤走了, 大家不再去到复应于这个皇帝的权力的话, 这个皇权是立即倒下的, 这个就是他所讲, 就是当时里面他见到这个暴政, 之所以他持续是因为很多人是甘愿去做奴隶, 他说如果你看到皇帝明明是作恶的话, 你不去反抗他, 其实你自己很有问题, 我读两段给大家听下, 他说这是一种莫大的恶责, 都不配被称为怯罗, 这是一种找不到词语形容的罪恶, 一种自然不会承认语言不会命名的罪恶, 继续讲了, 他说这是一种恶, 一种堕落, 有就是说不反抗恶, 就是一种恶, 这是为什么, 因为不反抗恶, 就意味着帮助恶, 这个好像阿伦特所讲的平庸罪恶, 就是你以为你不出声, 说你以为你守着法, 但如果那个政权本身是作恶的话, 其实我们是在那里助纣违约的, 他说人其实不应该这样去接受, 但他说种种原因, 有些人都会做奴隶, 其中原因就是, 有些人根本都不知什么叫自由, 所以他就不知自己在做奴隶, 你读一段, 我可以读一段给大家听, 他说在我看来, 人们应该连敏那些, 生来就被家所束缚的人, 我们应该原谅并宽恕他们, 因为他们甚至连自由的影子都没有见过, 对他们根本一无所知, 因而不会觉察到他们在自身的奴役中, 始终忍受的罪恶, 这个令我想到中国大陆的人, 我们生活在几千年的旺朝下, 有些人根本都不知什么叫自由, 觉得是这样的, 鬼他有权力吗, 我们是他们的伪民, 所以是任人如辱的, 特别就是中国共产党今时今日, 他们的统治很聪明, 有时会令到你自己觉得有很多自由, 比如在中国大陆里面, 你那个购物的时候, 你去到淘宝, 太多东西选了, 什么没有自由呢, 你去到书报餐里面, 你发觉那些杂志多到, 无论汽车杂志, 饮食杂志, 旅游杂志, 多少杂志让你选择, 但其实你看下去, 没有一本杂志, 没有一份报章, 是够胆真的去批评政府的, 所以其实没有真正的选择的, 那些选择有些时候被你选择的, 是多余的选择来的, 但人就会很容易被欺骗, 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很多选择的世界, 我怎会不自由呢, 所以其实这些人很可怜的, 但香港不同的, 香港我们由殖民地到回归的初期, 我们都很多自由的, 我们甚至是被全世界平为最自由的一个经济体系, 我们虽然没有民主, 但在公民权利上面来说, 我们都有相当的保障,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现在整个国安法, 然后什么都禁你, 你上山又说你非法集会, 你连坐在地铁看报纸去都要拉封锁线, 我们真的觉得自己好像变了奴隶一样的感觉, 那这个《甘怨怀勞论》的作者, 他就提醒当时十六世纪的人, 就是你们不要麻木地遵守皇帝的指令, 你要看一看究竟是否有更高的原则, 我们要遵守的, 如果这个法律都没有呈现那些原则, 比如说公义的原则, 其实是否需要遵守呢? 即是说这个作者十六世纪, 已经有一种所谓自然法的, 就是natural law的看法, 法律其实是要表达出这种自然法出来的, 你看他怎样说, 他说我冒昧作出这种声明, 并不是希望我应得的处分有所减轻, 我只是说明我所以违背命令, 并非不尊重当局, 而是要服从我们生活中更高的法则, 那就是良心的呼声, 这个你听起来, 其实就好似Solo, 在十九世纪中所写的公民抗命的概念, 即觉得他要违反当时的法律, 当时为何要违反法律呢? 因为当时美国要和麦西哥打仗, 而他觉得这是一个不公义的战争, 因为想抗战奴隶制度, 他就不交税, 不交人头税作为一种抗议, 而不交税是犯法的, 但是说我要用一种这样的和平方式, 去向政府表达我的不满, 而去遵从的一个更加高的原则, 是高过法律的原则的, 这个你就想到, 大卫庭很多年来都讲的, 所谓以法达意, 就是说你法律的目的, 不是就这样说要人遵守法律的, 而是你一定要达到一个更加高的原则, 比如公义的原则, 所以甚至后来提倡公民抗命的时候, 有人就说, 你这个就是所谓违法达意, 有时连违反法律, 都是为了一个更加高的原则, 就是公义的原则, 但是原则的作品更加早受到十六世纪, 这个作者这本书的影响, 所以原则影响了Solo, Solo影响了甘地亚, 马丁路德金, 很多人有一种和平的方式, 去推动一种公民抗命, 在赵月圣这本书, 讲到有关《志愿劳逆论》这本书里面, 结尾的时候, 他很有意思地引了周富城先生的一段说话, 这段说话我读给大家听, 他说, 做奴隶不可怕, 人因为不可抗拒的原因, 而沦为奴隶的情况, 事常会有, 但要记住, 不要自愿做奴隶, 读书思考就是为了提醒自己, 不要沦为奴隶而不知, 原来我们读书就是要有自知之明, 要清醒, 要保持这个独立的精神, 自由的思想, 那我们就不会随便就变成了奴隶, 那这个就令我想到, Lunch哥这个年轻人, 其实你不要看一些动作, 其实他就要告诉我们, 他不愿意做奴隶, 我们未必各个都敢做他所做的事, 但我们真的要欣赏这种不做奴隶的勇气, 不过我仍然都很担心他, 为什麽呢, 因为我想政府现在就说, 法律上好像没什麽可以捉你, 因为你一个人又不是一班人, 在那看报纸, 但这个政权怎会放过他呢, 一定会用种种其他方法去威逼他, 譬如之前那样, 他那家学校已经是警告过去的, 即是觉得他所做的事是不适当的, 特别穿着校服去参与政治活动, 罚了他要停学两天, 甚至要去到反思自己是否做错事, 我觉得真是很奇怪, 他穿校服去参与政治活动, 这个我想我们可以争议的, 即是究竟是不是最适当的做法, 但你说他关心政治, 参与政治, 甚至在中学生不适当的一个做法呢, 我觉得你究竟学校想培育什麽的年轻人呢, 是否就是关心自己要做港猪, 才符合扣育的目的呢, 除于学校之外, 你见到这次就算去地铁看报纸都好, 首先有两三个大行在等他, 一来到之后就恶言相向去警告他, 跟着还有个大波man走来骚扰他, 不过这个David仔似乎很厉害, 一点都不怕他, 还在跟这个大波man糾纏, 问他为何不带多几个女儿来, 让他教他怎样做人, 这个年轻人真是勇气, 真是非常可嘉, 不过也都令到我们是非常担心的, 所以都是希望大家在中秋节里面, 大家是要好好地保重, 不是我说日后的日子, 好好保重, 但对于这些这么有勇气的人, 我们自己要欣赏他们, 他们事实上是将我们心里面 很多的声音表达出来, 无论是走到山上点一枝蠟燭, 又或者在地铁里面看份报纸的一个年轻人都好, 其实他是想告诉大家, 我们不甘愿做奴隸, 好,我讲到这里了, 已经很暗了, 灯光已经很差了,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